不过现代人使用3C产品越来越频繁 而长期接触荧幕的结果 右眼过度蓝光也造成伤害 甚至会导致视网膜不离 这也导致坊间的绿蓝光商品 现在很夯 创造另一股商机 现代人依赖3C产品造成眼睛伤害 方蓝光商机大 不管是眼镜还是保护贴 甚至手机都有专属的抗蓝光产品 然后像有些抗蓝光片的话 有分两大种 一种是那个偏黄的 然后另外一种是偏黑色 白色手机变得黄黄的 其实是贴上抗蓝光保护贴 就算是大尺寸的电视电脑 一样可以贴 全程能阻挡40%蓝光 据业者估算已经有两成消费者 开始选用这类产品 略带色泽的镜片 看起来像是太阳眼镜 具有吸收蓝光效果 最高可降低70% 不过缺点就是色泽偏黄 另外还有镀膜反射型镜片 效果较差 大约只能挡下10% 但色泽相对正常 除了保护贴跟镜片之外 现在手机程式也有降低蓝光的功能 透过滤波量的调整 来降低对眼睛的伤害 只要拉动虚拟调整感 手机萤幕就会慢慢变黄 用软体来控制滤波量 数值越高 画面颜色失真度也越高 建议幅度以20%以内最佳 不想靠软液体调整 其实也有配方 比较细的参数的话 会有RGB三个选项可以选 那可以从那边把蓝色的调低点 就是可以达到类似的效果 只要进入电脑萤幕 白平衡设定 再降低蓝色元素输出 就能减少蓝光 至于电视机 则是将色温降至6000K以下 也能达到同样效果 实际上你把你的验导电脑里面 设定它的蓝色的选项 你把它调得比较低的话 它也会减少蓝光的产生 尽管大多方法 都能降低蓝光对眼睛的伤害 只是效果都有限 想保护灵魂之窗 减少使用3C产品时间 才是王道 记者胡克强高家福 大学报道